內容是有關於我們使用Arduino來開發一些創意的商品 或是一些互動式的一些作品 基本上Arduino被很多這些作品 不管是商品設計或互動藝術 拿來製作一些作品出來 我們基本上希望這些東西 也許哪一天它真的利用Arduino做出圓形出來 慢慢它就可以做一些商品化的動作 我們現在就請Mail這邊跟我們介紹一下 他們在開Arduino的工作坊裡面 跟一些做設計的人互動出來一些成果 我們先來歡迎 這個可以拿起來嗎 這個可以拿起來嗎 代表我們今天的講題是陽桃成熟時 這次的講題我們不會擺在很技術的 是在講一個概念說怎麼樣是從概念到開始 我們嘗試去落實一些事情 我在2008年的時候也有來Cost Club 來講Arduino的部分 那時候我講的講題是 有談到一句話是怎麼用互動藝術來賺錢 那很可惜的是我們後來發現做藝術是賺不了錢的 所以後來我們回來是嘗試的開始做一下商品 看看商品能不能賺錢 那也許兩年後我可以再過來告訴你們 這樣子到底能不能賺錢 OK 好 那我們從2007年開始就開始在帶一些 用Arduino為基礎來做的一些工作坊 那當中其實有很多很有創意的事情 包含是在不同的知識背景 比如說大學生或是研究生 然後呢也有一些理工背景的 也有藝術背景設計背景的學生 那通常在學Arduino的部分的話 他們大部分是一半一半 也就是說一個工作坊或一個課程 通常是有一半的技術人員 以及一半的是設計人員 那這樣子互相的激勵出來 會有很多不一樣的產品 那這一張同影片的話是2009年 在交大建築所辦的一個系列課程 它最後的最終項目 那可以看到是有一些比如說點煙器啊 上方中間那個就是點煙器 然後它可以偵測你點煙的那個動作 以及右下方這個 它那個蠻有趣的一個案子是 它希望是我用一個實體的東西 來表示氣候這件事 所以它就用一個布袋系人偶 然後下面黑黑那個是一個 雷切過後的台灣地圖 它就把這個人偶放在地圖的某個地方 那只要那個地方是下雨的 這個觀光就會開始舉雨傘 沒有下雨的話它會把預算放下 而且這個很厲害的是 它所有的構建是用鐵絲凹的 它所有機構的東西用鐵絲凹的 所以它可能動了三次 它還要把它全部再重新調整一下下 好 那這個的話是 應該是也是這在國民館辦的 數位方舟辦的另外一個工作坊 那這個背景又更恐怖了 是有一半的是館方的志工人員 所以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技術背景 那就是也有一種五六十歲的 很會講日文的阿伯亞 然後來參加這個工作坊 然後你們看到最後我們的成果 就是可以 就是短短兩三天的工作坊 它可以做出一個音樂手套這樣的東西 OK 那再來就是 這是200...應該是2008年吧 2008還有2009 忘記了 那這是跟時間大學合作的 另外一個工作坊 我們嘗試跟服裝這件事 產生關係 那到時候 那時候做了一些服裝的 跟服裝然後加上Arduino 來表示一些 互動 看看有沒有這個影片 喔 這個沒有影片 OK 那中間上方 這一張的話它是 它做了一件衣服是 它偵測 如果今天整個衣服淋濕了 它開始會有一些的閃光 所以那時候的demo就還滿有趣的 是一群男的 穿著這個很漂亮衣服的女生 拿著噴水器在那邊拼命噴 我今天忘記把這影片放進去 真的很詭異的一個影片 OK 那包含右下方這個是 在衣服上面裝上LED燈 它旋轉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 它上面的亮光會越來越多 OK 那其實 剛才介紹那三個工作坊 其實都其實已經有很好的idea 可是很可惜是我們從2007年開始 帶工作坊 會發現有一件事情是 這個工作坊只要一結束了 這個作品基本上就是停止了 所以我們後來開始在思考說 如果我們今天繼續辦工作坊 或者是繼續教Arduino 那有沒有可能是 有其他的什麼事情可以發生 那於是我們2010年的時候 我們在2月的時候 我們辦一個工作坊 在東海大學 那這一次的工作坊 我們就嘗試要把東西做成 第一個是要以產品的考量去思考 這個Arduino的設計 以及是後來我們開始思考說 有沒有可能這個產品設計之後 還有後續的 那這是 你們看到就是有一些比較 比較 相較於之前的那個 它的產品的型已經開始出來了 那後來呢 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就是這邊 中間這個球狀物體 那我們稱為是我們的小羊 那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版本 就是我們剛在工作坊的時候 跟主員一起畫出來一個 包含它的概念圖 然後分解圖 以及是這邊有開始 我們在工作坊的時候 開始製作 測試它的動態 我們在動態的一個測試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它其實有認證的效果 自然接著有的效果 這個是經過我們這一次測試 是用很簡單的一個 中板的剪弦運動 不斷的改變它擺動的幅度 它會持續的讓它繼續旋轉 OK 那這是已經 好 等一下 等它不要亮著再說 好 我先嚇它 可能是有音 它是眼睛嗎 好可愛 好可愛喔 這是一個獸金娃娃 OK 這隻羊呢 基本上那時候的設計就是 只要我們跟它做 我們可能對它喊聲音 它會有個反應 那時候其實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以及是說它眼睛會亮 它會開始滾動 這樣的東西 那嘗試的是 它其實不會是有很多 太艱深的說 我一定要跟社會關懷 產生什麼問題 而是我們純粹就是看 做一個療癒系的小商品 那試著看看 能不能有更多的事情發生 後來這次就是我們工作坊 那時候在 在開始製作 開始製作的過程 那時候呢 因為也沒有什麼器具 所以就直接去買了兩個 垃圾桶的蓋子 然後把它合起來 然後上簡單的補圖 然後去上色 那以及你們可以看到的是 左下方 中間下方的這個是 我們是用Arduino mini來當核心 迷你大概就這麼小塊而已 所以 通常你們如果可以看到的話 Arduino大概是 這麼大塊一張 剛才 那我們通常在做一些商品的東西 另外一個選擇是Arduino mini 它比較小張 可是功能是一模一樣的 OK 只是有一些小小的Bug 需要開 有點經驗才會比較順 OK 那 以及是我們會自己手動做一些小電路 那Arduino它本身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玩的 你有一個想法 你有一個想法之後呢 開始你就把 你身邊周遭 你知道的東西 把它兜起來 看看能不能做出來 它就是適合這樣的東西 那這是我們最後 整隻羊做出來的外觀 OK 那 好 那 回過來我們來看一下Arduino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正常版Arduino 那 剛剛那個David他也有介紹過 他們的一些案例 那 Arduino它本身呢 它 有0到13的數位的IO 那 以及 6個 下面 背中 下方有6個 類比的輸入 那 同樣是在上方那邊 它有 0到13 它當中有3 5 6 9 11的PIN角是 一共有6支PIN角可以當作 類比輸出使用 OK 所以它有一個 雖然沒有那麼強大 可是已經滿足了某部分的使用族群 而且更方便是它已經焊好了 所以你只要買過來 然後呢 接上電腦 那 現在好像已經做到 你也根本不用裝Driver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 OK 那 甚至於它上面的晶片 你也可以模擬是說 我今天 不是直接傳送是SiriPort的訊號 我可以把 所有的 進來的訊號模擬成 是鍵盤 或是MIDI的訊號 傳給你的電腦 讓你更方便去接收 它的本身的 它從硬體傳過來的訊息 OK 那 一樣的概念是 我們常常就是 可能從電子接 如果你自己有DIY的習慣的話 你可以去電子接 去買一些LED 然後呢 高檔一點的話 可以去買一個三軸Sensor 自己插在電路板上面 自己DIY出來 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可是當中你可以享受 DIY的過程 那如果你有錢一點 然後你又 很懶的話 你可以直接去買 就是人家做好的模組 那 稍微Google一下 或者是 問一下就知道 哪邊可以買到 阿東的版加上它的 集目模組 那這個方法是 比較好用 那 又方便的是 你只要很清楚的是 知道我今天 我要一個聲音模組 我只要接上去聲音模組 就好了 那或者是說 我今天要一個 封鳴器模組 我一直只要接上去就好了 你不用管太多的 這個Sensor 那這個 要什麼樣的電路 要 要 要處理怎樣的訊號 它就是很單純的 就是 可能就是 On-Off 或者是 A-Log訊號 就這樣就處理好了 但是 所以 它本身就是 設計出來給使用者 就是給設計者 跟 藝術掛的那種 比較不懂的電路的 那 他們從這邊 再開始去學習 電路是什麼東西 以及簡單的程式是什麼東西 OK 那所以呢 只要你是個人 你有一個想法 甚至你有一個感動的人心 你只要有Arduino 想辦法去 只要熱血去把它做出來 你可以做出很多的東西 剛才介紹的工作坊那些 其實 大家幾乎都是沒有什麼背景的 就是都這樣子 學了三天的東西 各個課程 都可以自己兜出一些 他們自己想要的東西 那 衝著這個想法的話呢 我那時候在我的 說詞論文畢業的時候 我的縮論是做這樣的東西 我把Arduino包在每個Cube裡面 每個Cube呢 它會負責一個很簡單的功能 那 包含是說 我就變成說 所有Arduino在做的事情 我把它做到硬體裡面去 包含說 我可以顯示它的資訊 進來電量 讓它輸出電量的控制 把它做成這樣子的東西 OK 簡單DEMO一下 這個是簡單的開關直接接LED 那 這個 這是最基礎的就是開關 我直接用手動去亮亮 那如果我今天是一個光明 那光明通常如果有在說電路磁座的話 你會有一個基準值 要大於一個基準值的時候 你要讓燈亮 所以我們可以控制 中間這個盒子去控制 控制說我這個基準值在哪裡 我只要左邊進來的處值 大於我所調整的基準值的話 右邊的燈就會亮 OK 就是這樣簡單的一個實體的概念 把它拼湊出來 那這是把它實際運用在 在 論文所謂的要測試這些 所以我們做一個 我做了一個模型去測試這樣的東西 OK 那回過來我們的Gamai 我們的羊的計畫 我們要來的 順便廣告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計畫 我們有投今年的設計師周 所以到時候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設計師周 看我們最後有一個 可能是第二版的正式處形 會把它弄出來 OK 這個概念我們會把它套在 剛才我們身上 我們開始把 看一下 就是這個組件 這個羊 我們有沒有把這個概念 把它再套進來 所以我們重新再一次設計的 這隻羊 我們開始重新設計一些基本的想法是 我們頭上會有兩隻腳 那這兩隻腳是可以會伸縮的 因為第一個版本的耳朵太大顆了 所以它滾到的時候會卡住 就是剛才是第一個版本 我們用垃圾桶在那邊滾的時候很順 可是換成那顆球之後 它變成耳朵會卡住 這是我們第一個要修掉的地方 以及是我們開始會思考 它有沒有什麼擴充的方法 所以它下面的羊角 我們把它預留是當作擴充孔 未來你要是有 我們有額外的產品的話 你可以把它直接接上去 就有它的擴充功能 以及是這個版本 第四點是我們想要把這隻羊 弄成一個open source的版本 那未來就是說 如果你有能力 你有自己的想法的話 你可以去直接製作 把它透過USB 就直接去programming在上面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從硬體去 再增添 OK 這是我們目前設計的 這是Randon圖了 這是Randon圖 不是真的 OK 這是第一個 我們簡單的大眾版本的預想 它就是有基本功能 基本上就是它就是第一版本 剛剛你們看到的 我只要嚇它 或是有光線的話 它就會開始滾動和發聲音 OK 那這是第二版本的開始 我們會開始思考的是 怎麼樣把這樣子的護送商品 有更多的附加價值 我們是希望它未來跟公仔 或者是這種動脈美學做結合 所以就是我只要有這個素體之後 我可以自己再去改裝 甚至是我們未來有出一些套件 你可以把它裝上去 所以我們有兩個可以玩的地方是 第一個就是它的羊腳那邊 是可以做抽換的 以及腿部的地方是 未來可能有一些 壓力不知道的套件 可以把它加上去 OK 那這種的擴充版 我們把它定義成 是另外一個版本 就是hacking專用的 就是黑五四羊 OK 那後面你看到 就是它孔蓋 我們可以把設計是可以打開 然後USB可以放進去的 OK 那 那通常我在講的就是 如果今天 今天我們有一個硬體 我們通常在做這種互動產品的話 你是對單一的東西 它透過介面 那可能 Arduino 我們透過Arduino 那你可能是跟你的所有家電 你的家電那些會透過網路去連結 可是你就是對 直接是我開發者對這樣的東西 以及最後使用者 他拿到的就是這樣的東西 所以你在互動的過程是 我對已經完善的一個 一個東西在做互動 那我們希望是透過這個機制是 我今天開發一個東西出來之後 我有更多的使用者可以去改良它 那我們提供的就是很簡單的東西 基本的就是一隻羊 就在那邊滾 那可能 喜歡的人會覺得還滿可愛的 那不喜歡的人可能覺得它沒什麼用 沒關係 那如果有人願意再加入我們 或者是他願意把這個拿回去 利用這個素體的殼 或者是它裡面基本的線路的話 它可以再去做擴充 OK 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有個方法就是變成說 大家可以去幫這個東西去做組裝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碰到的是 其實在做互動的時候 最會花時間就是你在做外殼 你要花很多時間在做那個好看的外殼 而不是在做那個電路 如果自己有做過這種電路的人 就大概知道 OK 那我們 這個是我們目前 目前規劃的 目前已經在實作的一個電路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很基本的Ardenominion的板子 那它會有 預留一些連接線的孔 到殼子上的開孔 那透過拔擦的方式 你可以把這些 這些那個組件去把它放上去 那以及是 最基本的 我們用一個馬達去帶動它的滾動的機制 所以我們後面加一個師傅馬達 大概一個很便宜的直升機 的師傅馬達去做這樣幾件事 那這樣的東西 但是未來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它可以打開再重新去自己去 重新包裝的 OK 那你們可以看到是這邊 就是下在這一支 是我們現在在手工製作的第二版的殼 那接下來我們在因應之後要去設計師之後 我們現在要 已經是做好了3D的那個建模檔了 已經要去輸出這樣子 OK 甚至是我們未來會考慮到說 這樣子的東西如何去行銷 我們會商談一些設計師 請他們幫我們做塗裝 就是整個公仔的塗裝 再去幫這隻羊塑造一些個性 這是目前預想中的不同版本的樣子 可能都只有一點點差異 現在目前只有顏色圖中不同 接下來就是可能造型上面也會開始不同的 OK 那我今天演講大概就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的 上方是我們的網站 我們有一些藝術創作的東西都會放在上面 那下面是我個人的一個博客網站 OK 那就謝謝大家來參與這次的會議 好 謝謝 這邊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謝謝 現在這隻嗎 對 看一下它大概的長相 OK 它現在這隻目前只有長相 那 我有帶另外一隻過來 就是第一版的羊 OK 那等一下有興趣喔 Demo給你看一下 OK 好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不好意思 那個 因為我剛有看到就是 頭影片上面有講說 到最後這隻羊可能會 就是後面會有USB波可以讓寫程式嘛 那可是這樣的話 就是說 因為程式的話 頂多只能控制它現在原有的元件 那到最後會有辦法說 那到最後會有辦法說 我再插上我自己買的其他Arduino的元件上去嗎 這一點我們已經有考量過 就是我們 你可以看到這隻羊它 這隻羊它下面有四個角 它是可以懸開的 那包含上面這個 這個地方也是 這是羊腳 這是羊腿好 那它這邊有四個開口 這是可以懸開的 那這邊我們裡面都預留孔徑 我們會用那個 立體運緣孔 所以它有三個線路 就是接地 電源跟訊號線 這樣子你再插進去就可以去 去改裝你的東西 那甚至於你自己可以把它打開來 自己再去幫我們 我們會預留Arduino部分的一些 IO角 你可以自己再去加添 對 你剛剛有提到說 Arduino是很好做Prototyping的東西 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 那它有沒有 在從Prototyping到 Production這個階段的話 為什麼 能不能繼續用Arduino 或是把Arduino這些商品 帶到現實生活中 有哪些阻礙呢 你去 對 那其實這一個一直是 很多人也大概 我們跟很多人討論的時候 他們一直在問的問題 就是 Arduino是不是拿來做商品這件事情 其實基本上 只要比較過單價這件事情 你就會知道 選用它是個很不自的選擇 因為Arduino的晶片 光晶片而言 大概台幣要120 單買啦 我是指單買的價錢 那一片8051可能大概5塊錢 OK 可是 為什麼我們會切這麼多 切三樣產品線 是因為我們基本版的可能就是 用比較便宜的chip去做 可是 有一種熱血就是 我們希望是 這個東西是可以 大家Open Source 可以再去改良的 所以我們 有一個會想要用 Arduino來做 做Bass的 那其實也有很多 互動的設計公司 他們嘗試在用 這樣的Arduino來做 做產品 可是 據我所知 目前到量產等級的都還沒有 我還沒有看到真正在量產等級 可是有那個是量產的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要問一下你說 互動藝術賺不了錢是 有什麼原因或分享 可以分享一下 OK 這個其實 互動藝術賺不了錢這件事情 有很多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因為它成本會比較高 相較於 因為我們需要開發 我們等於是 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是在做一個 發明的這件事情 所以它不是說 我們行作好就好了 它反而還有就是 我們要前面的實驗階段 以及最後的維修階段 我相信你去看 很多互動展的時候 你會發現 只有DN去是好的 跟最後DN去是好的 中間就是維修中 對 那因為這個 只要是互動的東西 大家會比較願意去摸 去玩 可是代表的是 它就是維修 這件事很恐怖 對 那以及是 它要投的心意會相對很高 然後再這樣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個人熱血的原因 所以變成說 每次接到案子都會想說 都會砸重本去做 想努力把它做到最好 所以相較之下 就是比較不會 比較沒有去掌握 掌握那個成本的問題 對 對 好我想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我們這個施行就到這邊 最後就有一個問題 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買到這隻羊 這是好問題 因為我們目前規劃是 就是我們原本啦 原本如果是照 最早最早預期的話 是希望是設計師周 其實就可以 可以販售了 可是 呃 目前是看起來是 我們設計師周 會有Demo Pin 那可能明年 明年可能我們就會想要辦法 把它試量產 這樣子 所以設計師周什麼時候 設計師周今年9月15號吧 開始吧 OK 所以在 在華山 華山 好那很謝謝今天 今天那個 這邊分享這個 這個羊桃成熟史 我們希望它這個 早日能夠成熟 那我們今天這個 成群就到這邊 麻煩下一張的那個講者 請到前面來 請到前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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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